中国应该要走出那套美国的这种叙事的陷阱 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 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意义非凡 在经历一些争议和反复之后 中欧关系会如何发展 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 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会迎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先生 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员教授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让莫内讲习教授王一维先生 进行深度对话 首先我们想先提问伍德克先生 Mr Wudeck, welcome Now China and the EU are mutually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Where do you see the resilience and potential for future China-EU cooperation? Trade has been very intens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it just shows that European customers really like Chinese products because the trade flow is very unbalanced in a way Europeans have been buying 1.3 billion euro of goods from China a day showing the quality and als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s only selling 600 million euro a day into china but again the resilience is the european customer and that's not going to go away the resilienc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china apparently designs and produces stuff which actually is easier to sell and the resilience also is on the chinese market it has been a marvel how despite all these omicron and kovid challeng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still shipment did well um and and that goes on clearly china is the market of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more investment here so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and lots of potential as a businessman i must say 3th of those countries is a big market of China in other countries of China these countries are were saving these countries are the general's market of China so today China also has increased the impact of China but China from the original Canadian trade-off of China in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been able to deliver a great economic pandemic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China now has seen the impact of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 needs to help become a greater economic market to help European economy 否则的话这个战争在继续 很多对欧洲的投资 资金流到了美国 欧洲还接受了大量的难民 为了所谓的供应链的任性 安全自主可控 分散化多元 实际上违反了很多市场的原则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那么现在有声音认为 世界可能会再次陷入冷战式的 这种两方阵营对抗的危险 中欧的关系也可能出现 这种决定性时刻 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 我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这个观点 首先决定这个时刻 主要矛盾是美国 当然知道俄乌冲突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挑起的 要颠覆战后的国际秩序 这个是中国和欧盟 都面临的主要的挑战 中欧作为世界上最确定性的力量 中国毫无疑问 我们的政治体制 我们的发展的前景 都是非常确定的 伟大复兴是不可逆的 欧盟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力量 它都是法治累积起来的 那么要面对百年卫生大变局 中欧的合作 至关重要 如果欧洲被美国人带偏了 陷入了一种所谓的 新冷战这种叙事 那这个世界就更加危险了 我们不能陷入那种 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这种叙事 欧乌冲突最终要回到 1975年的赫尔辛基文件的 不可分割的安全观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共识 您认为未来的这个中欧 中西方是会以这种合作呢 还是以对抗为主旋律呢 首先这个西方 它不是铁板鱼块 美国和欧洲就是不一样 美国后台的印太战略 甚至要搞印太版本的北约 因为中国崛起 挑战了美国的国家身份 它不能作为上帝的选民 那么欧洲不一样 欧洲它不是以这种上帝的 这个观念来建立它的身份的 欧洲呢 它是有希腊的理性 有罗马的这样一些法的精神的 现在欧盟也是一种和平的力量 有一些欧洲人因为恐恶 这个情绪 更多的倒向了美国 但是像德国也好 法国这些欧洲的 欧盟创始成人国 他们不太会去完全情绪化的 跟着美国走 他也觉得这个中国跟俄罗斯 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 是不同类型的制度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走出 那套美国的这种叙事的陷阱 应该独立的发展 我们双边的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 把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 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认为全球经济和低延政治秩序呢 会迎来什么样的改变 战后估计体系已经受到美国 极大的这样一个破坏 现在美国要缔造一个 以印太为主要抓手 新的全球化 是不是能够回到美国 重新主导那个全球化呢 这个是有大大的问号 包括现在制裁 用俄罗斯把那个美元 作为武器化 那么加速了 不光是俄罗斯和中国 甚至是欧洲国家 用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结算 包括现在中东国家 我相信不会陷入到什么 中美两极对抗了 然后现在冷战的格局 但是是不是会更加分散化 和更加这个无序化 这个更加混乱化 这个是我们现在 非常担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欧洲啊 它在世界中的影响 或者地位 可能这些年不断地在下降 但是在中国 外交或者内政中的地位 反而在上升 改开放 首先向美国开放 所以私人资本呢 这种无序扩张的模式 学的比较多 现在呢 中国要去消除这种模式 共同富裕 要更多的学习一项 莱茵模式 社会市场经济 中欧呢 它是有共同的 有长期的丰富的 历史文化基础的 也是比较世俗化的 现在无论是在数据 数据经济啊 治理方面 而美国是私人资本 导向的 中国实际上 有更多的共同点 甚至有共享的价值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